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28号则是造访了台东县议会和地方人士进行座谈 正巧碰上了台东的天空出现日云现象 连忙的抬头看一见日云直说 这是国家的好预兆 随后在座谈会上王金平强调参选总统的决心 希望乡亲在接获各种民调能够给予他支持 并且让自己终止蓝绿恶斗 带领大家走向国际拼经济 投入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为了争取台东乡亲的支持 28号特别到台东县议会与地方座谈 这些一日该做的事情我去抓 要做什么 第一当然是要化解我们朝委难立的一个这个会议 我们要和解 国内没有和解 你上来我打你 这个上来我打你 这样的永远台湾一定是不和解 不和解怎么团结呢 第一呢我说我爱 就是两个要动心来建立一个温定和平的状态 两个现在在民间和政府组织之下 形成一个僵局 一个冷抗的冷战的一个状态 主要这两项处理好我们经济出现发展 当然经济发展还要提出很多经济发展的各种政策 我一一的我都我一心准备好 而且我马上要发表一相关的政策 我们的台湾要让它开放开放再开放 不改开放的过去的政策要重新检讨 一定要加以开放 有了开放让世界都看见台湾 王金平在这次访东行程中 正好碰上台东天空出现日运现象 他也特别抬头观看天空的景象 直说这是国家的好预兆 这场座谈会中 不仅地方民意代表及农会系统 工商业各界都有代表前来 也代表地方对王金平的重视与支持 谢谢院长愿意到台东来 听听我们台东人的心声 听听我们台东的 不管是老中心 我们在未来希望我们台东的发展上 院长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协助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院长的到来 王金平强调 希望乡亲在接获各种民调时 能给予支持 让自己终止蓝绿恶斗 带领大家走向国际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